第一次煮,不要放太多水 先让它滚起 再用一个收到最慢的火 半干焗,像煮饭那样 让它淋了,这样就能够了 你敢煮,我敢教 今次教大家做绿豆沙 教大家怎样做到绿豆沙 只会起沙,但不会起渣 我们选绿豆,要选新水绿豆 颜色要鲜一点 捏回后就把水浸一下 海带的功能是降火清涼的效果 可以 including血毒会儿,或者热毒 牠咬加含翼的海带绿豆沙 裹果皮是这样的 要把做浪 可以使用梳だけ粉 熬果容易绵醒 开始起沙 再加上海帶